歼20未来将会如何改进 机载激光武器对于歼20有怎样的作用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最近热度较高的就要算是中国的歼20 由于其最近换装了涡沙10C发动机 成功完成换星 其隐形性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从而大大提升了作战能力 这也使外界为中国歼20今后的发展多了一份期盼 因此 有关歼20的消息也一直层出不穷 并且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近日有消息称 据军事专家预测 歼20未来将可能装备机载激光武器 甚至可能出现具备预警 无人飞行和控制无人机能力的变体版 以此来发挥歼20的超高性能 据环球时报报道 军事专家王明亮告诉央视 他认为包括现今的航空主战装备趋势在内 工业部门能把部分构想转化为现实 他预测 歼20可能装备机载激光武器 或是安装更强大的雷达和火控系统 成为小型预警机 此外 歼20也可能成为无人机 或是领导无人机协同执行作战任务 甚至指挥无人机群作战 王明亮预测 如今歼20装备了自制发动机 但是未来歼20还可能安装更加强大的引擎 这将使得歼20能够携带更多弹药 并执行更多类型的任务 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对于歼20的发展也是十分的重视 并且也在将歼20的发展朝着多元化的发展 以便可以实现歼20更多的作战途径与作战性能 这也将极大的促进歼20的发展 使其成为一款性能超强的战机 加快助力中国空军的发展 因为歼20战斗机作为中国首款第五代引申战机 其引申性与航电水平都达到了世界一流 也随即成为中国空军的中间力量 大大增强中国空军的战斗能力和综合实力 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但是由于中国在飞机发动机的研制上 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但是中国对战机发动机有着迫切的需求 这就使得中国在战机的研制中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阻碍 也使得歼20早期试验机只能使用俄制AR-31发动机 中国为了摆脱在飞机发动机上被卡脖子 就开始自主研发飞机发动机 此外歼20战斗机作为世界最强战斗机 唯一缺点就是发动机对比美俄五代机有较大的差距 所以中国也在尽力缩小这一差距 想要研制出最新的发动机来抹平这样的差距 中国正在研发更先进的涡扇15发动机 并打算将其换装到歼20上 所带来的重大的改变就是 使歼20的最大短板得以弥补 让歼20可以完全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并且能够支持歼20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超音速巡航 使其最大航速可以达到2.5马克 这就使得歼20抹平了与美国F22战机的差距 从而使得歼20就有超高的性能 甚至超过了美国F22战机 目前涡扇15的研发进度很顺利 根据媒体的报道 涡扇15有望今年上机测试 歼20在成功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心脏问题后 中国将有更多的时间去着手发展歼20的其他性能方向 稳步提升歼20的综合性能 从而可以使得歼20发挥其最大的实力 这就包括计划在歼20上安装基载激光武器 对于在战机上安装基载激光武器 此前美国有过类似的试验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一直都没有推行出来 所以此次中国计划在歼20上安装激光武器 这也将是令世界震惊的 作为与电磁轨道炮一起被称为未来武器的存在 激光武器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可能取代火炮地位的武器 正所谓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为力不破 相比较传统的火炮武器 激光武器无论是在武器发射速度上 还是发射间隔时间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所谓快准狠就是形成激光武器做好的词语 激光武器的传播速度大概为3成10的8次方米每秒钟 大约为洲际导弹最快飞行速度的5万倍左右 在数秒钟之内就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区 激光武器作为一款高能的激光远距离精确攻击目标 也可以用于防御 通常情况下可分为战术激光武器与战略激光武器 此外 激光武器还具备快速 灵活 精确等多重特点 但是激光武器也有其局限性 就是其使用会受到大雾 大雪 大雨等条件的影响 而且想要研制出激光武器就需要具备强大的供电能力 才能够支撑激光武器的使用需求 然而 就是因为激光武器不仅可以运用于攻击敌方坦克 飞机等领域 也可以用于拦截导弹 攻击卫星等领域 并且激光武器的使用成本极低 且每发射一次低于一美元 并且激光武器比传统动能武器要花费更少的建造 安装和发射成本 所以这也是激光武器的一大优点 因此近年来 世界各国都在专注于激光武器的发展 中国就是在激光领域专注发展的国家 并且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 这就使得中国在军事力量上也是完全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 并且在一些新型武器上也是可以对美国起到威慑作用 有消息称 在2020年初据央视报道 中国正在研制机载雷达 机载雷射攻击吊舱 而中方国防公司也已在展场上公开展示了 如A2 W30等能用定向发射高能雷射拦截空中目标的雷射防御武器系统 由于雷射没有时间延迟 对空中拦截来说是极佳的工具 但这需要大量能源才能发挥功效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要将激光武器装上战机就必须解决这问题 此外 对比中国与美国激光武器的发展 中国走了捷径 专供更短的激光 比如同样是100千瓦 时间越短 功率密度越大 在空气中的能量衰减越小 目前 中国在研制应对无人机的激光系统 激光反导防御体系 激光致盲系统 让敌人检测工具失灵的激光系统已遥遥领先国际水平 此外 据相关报道 中国已经研发出了100千瓦的激载激光武器储能装置样机 并展开了相关验证 分析称 运20空中载重力强 极有可能被当作试验空中平台搭载激载激光武器 一旦激载激光武器小型化得到突破 极有可能被应用在歼20和歼15战机上 因此 这也证实了 中国正在对激载激光武器进行研制 也将在技术成熟后就装载在歼20上 这也将极大的增强歼20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将结束缠斗时代 因为带有激光吊舱的战机 可以迅速摧毁范围内的任何敌机 战机将被迫在激光武器射程之外展开对攻 这也将使得歼20的作战方式更加灵活多变 随着中国计划在歼20安装机载激光武器的计划曝光 这也预示着随着歼20心脏问题的解决 使得中国对于歼20的基载武器的研制计划提升了日程 这也将极大的增强歼20的极战力 使得歼20的性能更加的完善 成为改变空军发展格局的中间力量 中国借着在歼20上的飞速发展 加快中国空军的升级 壮大中国空军的力量 从而加快空军的发展 使得中国空军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并通过不断地努力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 对美国形成制约 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